二龙猴公园门口 有着两只十字老虎雕像相当可爱 从前有泉水经由湿口流出 现在已经枯竭 剩下石雕无声地招揽着来往的游客 公园内有圆宫瀑布 河卵石步道等设施 除了提供当地居民平日的休闲功能之外 最特别的是里头的动物园 养育鸟类和乌龟 以及一些受保护动物 如黑夜猴、黑熊、猕猴和金鸡 到这里别忘了跟动物们打打招呼哦 逛完公园还可以登上园内的松山缆车 不用两分钟就直搭山上 一整套行程走下来 收获绝对丰富